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女人流泪哭出面条的故事短片 面条 影片开始,我们的女主闷闷不乐的走在街上 因为自己被老板炒了鱿鱼,生活变得异常窘迫 穷的就连买一盒牛奶的钱都没有了 之后她好心搓扶着邻居老奶奶回了屋 回家后的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稀里哗啦的就开始哭了起来 结果这时候一根面条掉在了桌子上 女主一脸懵咪的往上面瞅了几眼 奇怪了,哪来的面条呢?难道是自己眼睛里掉出来的啊? 好奇的女主直接拿起面条尝了几口 发现竟然莫名的好吃 于是她邀请老奶奶品尝自己哭出来的美味 老奶奶对此也是赞不绝口呀 女主这时脑中盲上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隔天,女主将自己辛苦哭出来的面条拿出来售卖 美味的面条引起了众多的顾客 一进卖出,很快就即兴了 此后女主便开启了哭着赚钱的怪蛋生活 然而看着空空的箱子,女主又开始惆怅了 为了哭出面条,女主尝试了各种办法 脚踢墙,看苦情剧 甚至砸掉了母亲的骨灰盒子 然而收效甚微 为此,女主忍痛抛弃了陪伴自己多年的狗狗 结果在回去的路上,女主哗啦啦的哭了出来 隔天,女主拿着哭出来的面条大赚了一笔 而火爆的生意很快便吸引了投资者 往后的日子里,女主雇人在前台招揽客人 自己就在后厨,绞尽脑汁哭出面条 然而此时的女主早已麻木不仁 即使面对着狗狗的照片也无济于事 但是当看到被自己杀死的邻居老奶奶的照片时 女主再一次哗啦啦的哭了出来 影片也就到此结束了 君子爱财,取之由当 但拿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来换取金钱 真的值得吗 好啦,今天妹妹就说到这里啦 关注头像或微信搜索 喵妹说电影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电影资讯 爱你哟,摸摸哒